好 來看這畫面發生什麼事呢 新北動保處接獲民眾通報 說這一隻百公斤重的攝香豬 就躺在雙溪區的產業道路旁 動保人員趕到現場把豬隻送醫治療 現在可以自行腫動跟吃東西了 原本的動保處還有警方 要調閱監視器追查是誰氣養 台北市有一名男子 主動打電話說這豬是他的 因為不小心自摔下車 找不到也很焦急 並不是氣養 百公斤重的攝香豬躺在產業道路旁 嚴嚴一息 只剩下微入呼吸 民眾發現立即通報動保處 將攝香豬送醫治療 動保人員到場發現 這隻豬實在太重了 於是先用乾淨的毯子 當成簡易單價 眾人合力搬運 才將豬隻抬上貨車 送往動物醫院 台北市的一位市主 他打電話過來說 這是他的攝香豬 那因為他主要是昨天請盤友 將這隻攝香豬要帶到 雙溪的盤友家進行梅盒釋養 那在路途當中 豬從車上摔下來 原本都保處和警方合作 要調閱監視器追查 狠心棄養攝香豬的四主 但早上一位民眾自行打電話通報 說這隻攝香豬是他的 本來是要梅盒給 住在雙溪的新四主 卻沒想到在運過程 豬隻意外跌落 回頭去找沒發現自己也很著急 因為看到新聞主動聯繫 動保處 因此不算氣養 這隻摔車的攝香豬 在經過一夜治療 身體已經恢復 沒有生命危險 可以自己走動 吃飯喝水 動保處也會持續 跟新四主聯繫 要讓可愛的豬回到溫暖的新家 記者新美式綜合報導 那兒 我們要注意 無論壇 我們要不停地